第一个先把信先抓出来,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数,可以用LAPT 这边文字一样找到那个LAPT LAPT里面的话,如果要抓这个姓名,然后我只要一个字就是他的信 这样的话把他的无先抓过来 后面还要串接什么,所以你可以AND串接 先打一个AND的符号,再来的话打一符 不过特别注意,因为我这边第一次使用的LAPT 如果你第二次还要再使用函数的话 记得不要使用那个插入函数 记得使用前面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如果你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或第二次以后 请你记得前面有个下拉清单,那找到if的话 点击这边if,他会帮你把这个函数自动加到哪里呢? 加到那个他的公司,我们这个公司的后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后面就会出现有一个if 然后也会给你一个视窗 主要好处是你可以借由视窗来做后续的动作 就不需要自己从头打了 因为一般同学就自己要打,自己打也OK啦 只是还是有视窗会比较不容易做错 那条件什么呢?如果他的性别等于男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就输入一个男 记得男的前后要加双以后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文字 你如果没有前后没有加双以后的话 会产生错误 所以男 然后呢,假设是男的话 那我就是输出那个先生 反之的话就是小解 OK,那先生 反之的话就是小解 那那个if这个函数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呢 它会自动帮你在前后加双以后 那就不用打双以后啦 那其他有些函数 没有那么贴心 不会自动帮你加 那有一些会 OK,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无先生 往下填满,放开 全部都产生了 所以底下的话呢 这个称位部分呢 它就会自动加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文字 这个left加上if串接 所以关键在这个and的符号一定要加 如果你是两个文字之间要串接的话 一定中间要加and 这个没有加的话 公式会产生错误 这个重点 那当然呢,在我们讲义里面 其实你们看那个讲义里面也有答案 所以你们在好像讲义的第16页吧 第16页里面呢 也有最后的答案 所以往后呢 我们只要做过的练习的答案 讲义里面都有 包含后面的程式 也都有 那这个是有关那个mid 跟那个 应该就是left跟if 那切到 然后再来就切到综合练习 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我要把刚刚这个09 然后加后面里面用rept加len的话 那串接的方式呢 当然喔 特别说公式比较冗长 第一个先打一个等号 因为我要串接 一定要开头 不过我发现蛮多同学也会忽略那个等号 你要开始做一个公式之前 除非你是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会自己帮你补等号 但是如果你开头是 你要自己加个字串的话 这个地方一定要自己先打个等号 09 然后end 串接什么呢 串接我们的 储存格 就是电信业者 你可以点一下F4 或者自己打F4 然后呢 再串接end 串接一个什么呢 你其实可以参考这个格 是end 一个 串接一个自串是- 这个-的减号 ok 然后呢 当然喔 特别注意啊 其实公式如果冗长的话 当然如果你不是很熟啊 我不建议你从头打到尾 我建议你先做一半之后打勾一下 确认呢 你打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是你再接着打 千万不要有些同学是闷着头一直打 打完之后按打 其他发现错了 哪里错 不知道 因为呢 打太多了 那如果你渐进式的输入公式的话 即便错 你也可以马上知道哪里有错 ok 我不要建议是这样 不要一直闷着头一直打 打完之后错哪里都不知道 然后再来end end什么呢 后面我们要是084 所以084你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 一个是补几个0 一个是84 所以呢我们要补几个0 特别之后你可以用什么 rept 那你可以自己打rept 或者刚刚讲过 你从前面这边有没有 做过的rept函数会跳出来 你选它一下 它一样会帮你加到这个后面 然后你要补什么呢 补0 所以你补0 ok 所以这个地方双一号0 这个双一号要自己打 因为它test 我记得好像这个地方 不会自己帮你补那个双一号 那重复几次呢 根据什么呢 用3 因为我全部都要三个字 减掉什么呢 减掉我这个趋势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用len去做判断 那这边自己打个len 钱瓜阿胡 指向趋势 就是算一下 那个趋势里面有几个字 3-2 一个字 所以你会按确定 它会帮你补几个0 那后面的话你在什么 end什么呢 end g4 就好了 有没有 0跟g4是两个分开来的 打勾 084就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 因为 门号末码的规则跟区码其实是 一样的 差别只是那个栏位不同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你可以不用重做啦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公式 从那个f4后面这个end的符号 有没有 一直复制 贴到后面去就好了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那个 g4改h4就OK了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因为其实 你如果说 这个后面的规则 这个 减号到 084 这个跟后面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 这边的规则 换到后面这边给他用 但是改一下h就好了 那做法 第一个就是end 因为后面有一个串end 所以end 把这边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后面去 复制贴上 然后把g4 改成h4 我的习惯是选一下 再点一下 他会盖过去 选一下 再点一下 他就盖过去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公式就做出来 不过 比较容易出错 是那个end的符号 你中间一定要用串切 就是自串跟储存格 中间如果没有end 那一定会产生错误 这个是基本规则 好 打勾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结果就做出来 再来你就是 在这个空点的右下角 如果当十字变成黑色 你快点两下 全部就自动填满了 OK 应该会把 点两下就全部 他会去 偵测旁边的栏 最下面的列在哪里 自动会到那个为止 但之前我记得好像 之前好像有个 某一家公司也是 他居然不知道 那个点两下的作用 OK 所以这地方点两下 自动帮你填满到最下方 OK 那这个地方请各位 先试一下这个 综合练习刚刚提到 用rept加len 把这个 总共三个栏位的资料 把它串在一起 那我想 资料里面 经常性的 可能你会需要 很多个栏位 变成一个栏位的资料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些方法 像还有什么呢 把很多栏位 变成一个编号 那编号也有编号的规则 你可以 从很多栏位里面 把它串接之后 自己再加上你需要的一些自串 那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栏位 那这个我想 工作里面还蛮常遇到的 可是 你会发现 这个方法 虽然 是可以做出来 但是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公式太冗长了吧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当然有 待会会再跟各位讲 那其他当然 如果你每天都要下一次公式 说真的还蛮浪费时间的 那也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更快 当然有 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你可以 在旁边如果可以的话 VBA大概会讲 按一下按钮 全部就完成了 好 然后有个清除 清除 这个是一个我们为了要方便 可以把它做完 清除 然后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 如果你希望以后 你每天的工作 假设你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那尽量怎么样 你干脆就把它变成按钮 按下它 这件事情就搞定了 OK 可是问题 要怎么样把这个按钮给做出来 另外的话 VBA里面还包含就是说 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工作里面 我希望不是按按钮 我希望 可以帮我自动产生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可以跟我平常使用插入函数一样的方法 帮我变出一个叫什么 手机的函数 那我的 我希望很简单的使用它 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假设有三个栏位的话 那我就给三个资料 按下确定 它一样可以帮我把最后的结果给做出来 这个叫制定函数 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函数 你把它变出来 这个制定函数 这个也是VBA 所以刚刚比较快的做法都是VBA 那当然工作里面很多的函数都没有 如果你可以把它变出来 那这件事情比较简单的 尤其是你每天都要用的 重复性的 重复性非常高的事情 那我强烈建议你都把它变成制定函数 以后都按下去 就事情就变很简单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制定函数 那你就是还是要把那个很冗长的公式全部做完 那这个是真的是很花时间 所以请各位 也许先试一下 把刚刚那个REPT加LEN的方法 先试做看看 待会的话 我们要再用看看其他的方法 包含就是 函数里面也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有 怎么做 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他也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他也有什么东西 他也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一样 我们再用看看